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阵指数是收在3199点 欧洲方面也均有上涨 英国法国德国平均涨幅最少的0.6% 最多的大约是1.2% 而美国方面也是出现了一个四连涨 纳斯达克标普和道琼斯指数连续四天上涨 昨天的涨幅平均约为1%至1.8%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价格 昨天伴随着股市一起奇葩的上涨 而且金价昨天大涨了2% 同时石油价格也是大涨了2.1% 那么比特币价格也是连续再次上涨 目前最新价格已经爬上了9300美元 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呢 就是现在可以说这一轮调整结束 我们等待下一次爆发的开始 我们知道这时间过得很快 上一个星期我们还在说全球股市是跌不停 到了本周就变成了连续的上涨 那么从现在来看美国股市已经连续上涨了4天了 是不是意味着这一次的回调就基本告一段落呢 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就算我们是按照之前保守的方法来估计 连续以连续3天上涨作为标界线的话 那目前连续4天的反弹 基本上就可以说这一次的暴跌是结束了 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呢 今年和去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就是去年是一直涨涨涨涨不停 而今年很有可能取而代之的将会是有更大的波动性 换句话说就是涨1000跌1000 涨1000跌1000 所以如果我们从年初再到年尾分两次看的话呢 可能价格是在上涨 但是这中间可能会存在一次 甚至于多次像上周这样的10%以上的波动 所以说如果我们做长线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要确保自己的仓位能够承受10%甚至于15%的波动 而不会被爆仓 那么总的来说呢 我们知道呢这个今年啊将会是这个大盘呢 暴涨或者说又是上涨以后呢 出现大涨或大跌的一年 和前几年相比 这个中国股市2015年是出现了这个股灾 之后呢缓慢爬升 在去年几乎来说从4月份开始涨到了12月 但是从各种现象来看 目前如果说 我们说中央需要下令要提升股市的话呢 像2015年不同的是 现在反对的声音挖墙角的声音 以及这个发国难财的人将会大大减少 不论是之前的类似于徐翔这样的私募基金 还是呢这个自认为很了不起的王首富等等 目前都已经被一一整改结束 所以如果这一次重新A股开始起色的话 那我相信这个反对的声音和反对的力量将会小很多 对于我们散户来说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正式开始拉升 但是一旦它开始拉升之后 我们呢其实也应该坚定的这个跟着它一起往上看 还是那句话 A股我们要买的要投资的 首先考虑的就是A50也就是大盘和弄图 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再来看一下这幅图 这幅图呢是A50的走势图 我们知道A股A50呢从最高峰14800点连续下跌 在前上个星期五的时候最低曾经掉到了12200 现在仅仅一个星期已经上涨了12200到13600 10% 所以说A50上上下下波动非常之多 现在13600点呢 其实也是这个15000点下跌大约是10% 所以说从现在价格来看 A50已经走出了一个短期的明显的上涨信号 所以我们投资者目前可以考虑用分批进场的方式 这是一小只图出现上涨信号 下一个四小只图出现上涨信号的时候 我们再继续加仓 以上就是这个中国新年之前最后一次 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节目 我们在这里呢 预祝大家中国新年快乐 我们明年狗年再见 我们明年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